上次我们介绍过庞甘利猜想 他是千禧年百万大奖中唯一被破解了的 另外还有六个难题都在等着数学界的武林高手们 黎曼猜想也是其中之一 黎曼猜想也与那个哥德巴海猜想 就是讲一个大五数可以写成两个数数之和 以及软身数学猜想 是说的是有无穷多个数数 P10的P加2也是数数 这三个东西一起组成了希尔伯特著名的23条问题中的第八号问题 黎曼猜想他是数论中 与数数也就叫做次数相关至今还没解决的重要难题 这个主要与整数打交道的领域股 时候叫做算数 现在我们称它为数论 整数看起来非常简单 但是我们对他们的研究研究了几千年 还是没有把它搞透彻 所以说高斯把数论誉为数学中的皇冠 难题就是皇冠上的宝石 数数也就叫质数 它是只能被一号它本身整出的大于一的整数 比如说二啊三啊五啊 这些否则的话就叫做和数 数数显然更为基本它像是整数中的原子 和数就可以表示成数数的成绩 但是这个次数到底有多少 它们好像是分布越来越稀少 使得人们以为它的数目有限 但实际上OG里的在很早 就用反正法证明了指数是无穷多 OG里的是这样假设 假设P0是一个最大次数 那么考虑下面这一个P1 它是等于比P0小 包括P0在内的所有的指数 乘起来再加一 这个P1除任何指数都余一 所以它是一个指数 然而P1又大于P0 所以它又跟第一条假设矛盾 这样就证明了指数有无穷多 但是这个指数还有它的怎么分布呢 虽然是无穷多 后来那个也是古希腊有一个I4筛法 它就能够把指数从那个一定小的整数中筛减出来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指数还是很困难 不能够预测下一个指数 它的分布没有一个简单的规律 不过黎曼猜想也不是直接的在预测指数 而是被表述为这个形式 他说黎曼Zeta函数的所有非频繁零点 都位于十步为二分之一的直线上 那么这里头这个黎曼Zeta函数是什么 非频繁零点又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Zeta函数最开始是被欧拉所定义的 用这个极数来定义 这个极数显然可以看到 S等于1的时候得到的是一个调和极数 这是不收敛的 但是其他的只要S比1稍微大一点 比如说等于2的时候 它就收敛了 它就是那个欧拉所证明的这个巴塞尔极数 欧拉还从这个还得到了这个欧拉函数 和植数分布的那个欧拉成绩公式 这是他的关系 在后来这个又有人得出这个植数定理 也是欧拉这些大师们得到的 所以他也叫能让的那个高师定理 高师比欧拉要晚生70年 也研究植数分布的问题 黎曼又是高师的学生 可惜他早逝于39岁 他思想深刻 高师想试试黎曼到底有多聪明 让他从分析转做几何 没想到黎曼一上手 就出人意料的创立了黎曼几何 然后他又继续欧拉没有完成的 折塔函数和植数的问题 黎曼首先把折塔函数解析 额脱到几乎整个抚平面 解析额脱的意思就是说 把函数的定义于解析的 严格的扩大到原来不能应用的 数语里面 阶层函数到甘马函数 这就是一个解析额脱的 一个著名的例子 比如说阶层函数原来 只定义在整数 后来把它扩展到辅数 黎曼对这个折塔函数 也是这样的把它 几乎扩展到了整个抚平面 除了这个等于1以外 后来黎曼他当选为 通讯院士的时候 他就提交了一个八页子的论文 来回应这项荣誉 他这个论证了 数数分布于 折塔函数非平凡零点的深厚关联 其中他又提出了黎曼猜想 他黎曼猜想主要是考虑 黎曼折塔函数的零点的问题 他知道他证明了 这个在负整数 负偶整数的时候 比如说负二负四这些 就是黎曼函数的零点 但是这些零点他不感兴趣 他认为是平凡零点 他目的是要寻找这个非平凡的零点 非平凡零点在哪些地方呢 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复杂 他觉得都是在这个十轴为 等于二分之一的这一个地方 但是他没有证明这个 他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结论 因此他就提出了黎曼猜想 没有证明 貌似轻松平淡的一个猜想 令无数数学家们努力到了 如今已经163年过去了 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也有所进展 从他的进展过程 也能够看出这个问题 对数量的重要性 也能够看出黎曼的深厚的数学功夫 和超凡的能力 黎曼的论文他有三个命题 第一个就是说 非平凡零点十步都大于零 但是小于一 第二个就是说 所有的非平凡零点几幅 几幅都位于十步为二分之一的直线上 在第三个命题 他就干脆说 猜想这个黎曼借探函数的 所有非平凡零点都位于 那个十步二分之一的那个直线上 但是他提出这三个东西 他并没有给出严格的证明 他对第一个命题的话 他是说显而易见 但是实际上数学家们 46年以后才对黎曼认为 显而易见的第一个命题给出证明 黎曼又表示自己证明了第二个命题 但是他又认为没有简化到 可以发表实际上迄今为止 第二第三命题都还没有更被证明 人们也试图寻找真实的零点在哪里 猜想公布了44年以后 才有人给出了145个零点 又过了20年才算出了138个零点 后来数学家西格尔在黎曼的手稿中 发现了73年以前 黎曼计算非平凡零点的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非常有用 西格尔找到他以后 四年以内就算出了1000个零点 数学家后来又用计算机 验证了非常多的零点 但是迄今找到的所有零点 都符合黎曼的猜测 就是都在那个十步等于二分之一的那个轴上 后来又有人 就是比如说这个阿提阿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英国数学家 他是那个阿贝尔奖和那个菲尔茨奖的双料得主 他说他证明了黎曼猜想在18年的时候 但是实际上他是用了物理上的精细常数来那个证明的 所以别人就怀疑就说这个物理上的一个常数 怎么能够拿来证明纯数学的问题呢 所以并没有接受他的证明 另外希尔贝尔也曾经说如果他在沉睡一千年以后醒来 他将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黎曼猜想得到证明了吗 那个这一切都说明了黎曼猜想对植树的研究 对树的研究的重要性 对练乱的研究 对练乱的研究 对练乱的研究